3月13号是泰国的大象日 这项从1998年开始 由当地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发起的节日 主要是加强民众保护大象的意识 那今天在大城府的一座皇家 象园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蔬果宴 让各地的志工来向70头大象 投喂各类的蔬果 并且还请来了僧侣为他们祈福 它是非常感激 有点感兴趣和感兴趣 我会参加这种赴国观众像 收入在台湾《神探 Had Khan Khanqon 徙塞亚》 这一道举埃是大象地都有负债的 作业和笑容利与泰国的墙 这是一个美食的体验 这一切是有美食训应 我爱在这里 它衔国有我的一耻 我买了拍摄和牠角兮 向原负责人说 园内的大象已经被驯化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可能再回归野外生活 官方的数据就显示 泰国目前只剩下3800头驯化大象 这显示大象已经处于宾威状态